行大干员埋伏许久 见时机成熟 立即搜网歹人 来警察 先蹲下 里面有没有人 没有人吗 大逼刑警蜂涌而上 将理性嫌犯压置在地 从他身上背包 取出一把克拉克手枪 当时弹夹内还有14发子弹 金融市警察局刑警大队 目前接获献报 在新北地检署的指挥侦办之下 我们在新北市查获理性男子 持有改造枪支有一把 另外子弹14颗 模拟枪有两把 还有证报枪一把 以及相关的毒品等相关证物 本市市长在历次的会议 要求我们治安务必要做到平稳 落实政府打击犯罪的方针 本局局长也有在 汇报上要求我们所属 扫荡枪械毒品 是我们警察基础的工作 那只要我们抓得紧 犯罪就不敢进来我们辖区 警方随后在屋内收出 左轮操作枪 模拟枪 震报枪和辣椒枪 以及大批的长短弹夹 将进一步送交刑事局鉴定 因为初步鉴定 这部分就在管制枪支的部分 其中有一把是 现在是火药式的枪支 这是改造枪支是没错 那另外有两把模拟枪 那另外最后的鉴定 还是要以刑事警察局 鉴定为主 警方证讯之后 将理性嫌犯 依违反枪炮代要刀械管制条例 移送之外 也将扩大追查枪支来源 记者黄绍铭介绍报道